哈囉 大家好 我是陳大 那我們今天要講解的是 橫拉窗的開口限制器 又稱為 耳童防罪器 它最大的用力就是 讓這個窗受到一定的限制 沒有辦法全部開啟 目前是全部關閉的狀態中 我們窗可以很正常的開啟 正常的關閉 當我們在綠色的地方 開始開啟 它會出現一個導片 然後會讓這個窗 沒有辦法全部開啟 這個開口大概是 在10到12公分 剛好12公分 這個開口是非常安全的 基本上只要會爬椅上的小朋友 這個開口它是沒有辦法穿過的 所以就有人稱它為 耳童防罪器 那我們現在把它關起來 當我們在綠色功能的時候 要解除它很簡單 搬過去按下去就解除掉了 窗戶就可以正常開啟 那我們現在再一樣 再把它打開 但是有一些年紀比較大的小朋友 可能會來玩這一個 這時候就又有另外一種危險在 所以開口限制器 它又設計了一個叫做上鎖功能 轉到紅色的地方 這時候上鎖 這時候這個打塊是沒有辦法收回的 它就是會收到一定的限制 那我們如果要收回 一樣要解除掉 才能收回 如果我們都不想去動它 我們可以把它保持上鎖功能 這時候你也沒有辦法開啟這個開口限制器 小小的一個東西帶來很大的安全 以上就是開口限制器 俗稱的兒童防罪器的介紹 我們是安心整合 喜歡我們的朋友 請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你的小鈴鐺 可以隨時收看我們最新的影片 我們下次見 拜拜